防疫工作当前行政院将提出纾困特别条例 行政院长苏贞昌18号协同民进党立院党团总照 干事长及书记长等人陆续拜会在野党团 希望集结共事一头延伤纾困方案 如何借此机会化为机会转机来振兴 并且已经从你特别条例将在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 送请立法院大院来审议 所以我刚刚也询问了书院长 关于行政院版的书困特别条例的条例 以及后续的预算的进度如何 国民党团总照林维州表示 希望加强落实居家隔离检疫相关规定 强调防疫工作不分朝野必定会共同努力 此外民众党团则表示 希望政院版纾困条例能名列详细预算支出 遵守财政纪律 民众党团总照赖湘宁对行政院提出纾困条例的大方向给予肯定 同时也会沿拟党团版纾困方案加入检讨及监督机制 而时代力量党团则强调 纾困方案务必将劳工权益纳入考量 时代力量党团总照邱显志提到目前已可预见无薪价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防疫纾困不应指照顾企业也该重视劳工权益 原事新闻 九股许家荣立法院采访报道